但吵得难分难解的核四攻防 已然成为台湾的政治交锋 民进党主席苏珍昌才刚平马总统均有戏言 一天之内就推翻朝野对话要追加核四预算 不过金建会引前主委随后就在部落个反枪 挑明苏珍昌当行政院长时通过核四追加448亿元 如果苏珍昌要求停舰 这不也是言行不已 斗大的标题冲着民进党主席苏珍而来 金建会前主委引起名再度在部落格上开炮 反向苏珍昌在民国95年担任行政院长时 核四追加了将近448亿预算 如果苏珍昌现在要求停舰核四 那他要把当时追加的钱全部还给人民 民进党强调时空背景不同 但同样也翻出历史出示民国74年的新闻资料 要马总统学学顾总统蒋经国 我们蒋经国总统当时是余国华担任行政院长的时候 就下令填过核四 是在车落保之前一年 车落保是民国75年 所以蒋经国总统真的是有先见之明 我们认为应该第三次停核四 总统核四定调要继续盖吗 22号晚间 马总统将宴请立委讨论核安问题 国民党立委丁守舟认为 要超越蓝绿 共同对核四进行总体检 在立法院成立一个独立超然的 这种特种委员会 核能安全特种委员会 大家一起认真的来体检核四 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核四争议持续十多年 安全性和预算该审慎评估 否则蓝绿越僵持不下 恐将沦为口水战